李莹女士很有可能会在近期醒过来 是吗 病情稳定了是吧 是的 辛苦一生了 我下午会让人去把她接回家 后期的照顾 我请私人医生就好了 立瑾挂断电话之后 看向崔智 崔智导演 今天加快一点进度 我下午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回家一趟 下午 立瑾准点离开剧组 她安排过去的那些人 已经将李莹从医院里接出来了 不是接回立家 立亮也不会同意的 是接到了立瑾之前买下来的一个小房子里 也就是有的时候拍戏会过去那边 为了方便落脚 所以才买下来的地方 平常根本不会去住 因为周围的治安也一般 立瑾弯起唇角 满脸笑容地 给那个混账精神科医生徐长林 打了个电话过去 徐医生 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 医生说了 李颖阿姨马上就能醒过来了 而且很有可能恢复神志 也说不定呢 现在已经醒了吗 没有 但是可能也快了 她现在在医院里面吗 我接到我自己这边来了 怎么 徐医生要过来看看她吗 我过来看看她吧 如果她清醒过来的话 我正好能帮你看看她的精神状态 稳不稳定 这当然是很好了 我把地址发给你 徐长林抵达的时候 立瑾已经坐在客厅里喝茶了 啊 徐医生过来了 今天不用上班吗 今天我休息 李颖女士醒了吗 这里就你和这个保姆两个人吗 嗯 是的 也不需要别的人了 反正李颖阿姨的病情 已经稳定下来了 也没事 反正这边有监控 有什么事情 你也能马上知道 不是的哦 这边是老小区 哪里来的监控 李颖阿姨又不是明星 不用搞得这么严肃了 而且保姆阿姨就住在隔壁 什么事情也能知道 很安全的 哦 对了 阿姨 阿姨 我晚上是不在的 你晚上记得锁好门 照顾好李颖阿姨 既然这样的话 那晚上再过来一趟不就好了 等会儿就是晚上了 神不知鬼不觉的 比现在冒险来弄死李颖 更好一些 徐长林没有留多久 就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 阿姨 这个人的脸 你认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小姐 放心吧 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咱年轻的时候 可是最优秀的女保镖 你们都听见小姐的话了吗 听见了 也看见那个男人的脸了 如果她真的敢来 记得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吗 人丧并护